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睛里只有利益 如果你和他一起合作共事 他只会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考虑 缺乏大局意识 心胸狭隘的人还会嫉妒你 你得到了什么东西 他也想得到 但是他不靠自己的劳动去得到 而是想办法暗算你 也会在你面前说一些 寒沙摄影的话 故意嘲笑你 做人要学会趋利避害 但不能唯利仕途 保护自己的利益是人之常情 强行占有别人的利益是缺德 甚至是犯法的行为 所以 一旦我们遇到了唯利仕途的人 就要尽快远离 避免和他同流合污 给自己带来灾祸 第二 手段特别多 脸皮特别厚 言语重 心胸狭隘的人 手段特别多 为了得到利益 他可以不择手段 连亲近朋友的感情 都可以不管不顾 这样的人 一有点困难了 就四处求人帮忙 首先就是向你借钱 也许有些人借钱之后 就没有打算还钱了 他觉得你的钱 都是大风刮来的 这样的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使出很多花招 让你防不胜防 这样的人 总是在你面前脸哄带骗 让你误入他的圈套 是啊 手段特别多 脸皮特别厚 他做了不道德的事情 还觉得是好事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隐喻中心胸狭隘的人 为了泪意 可以厚着脸皮求人 但是他不会感激 帮助过他的人 反而会觉得 别人的帮助不够多 他做了缺德的事情 也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觉得自己得到了好处 心里偷着乐 所以在我们的身边 如果遇到了手段特别多 脸皮特别厚的人 一定要记得及时远离 第三 注重个人利益 斤斤计较 隐喻中 注重个人利益 斤斤计较 这样的人总是得理不饶人 就是自己歪理的事情 也会拼命去争执 一定要把坏的说成好的 把假的说成真的 在铁证面前 他都不服气 还怀疑别人在故意捣鬼 这样的人 喜欢在得到利益之后 说一些骗人的话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样的人 他做任何事情 说任何话 根本目的就是得到利益 我们需要看清他 并且远离他 减少利益损失 并且 银欲中的人身上还会有这三个痕迹 大佛顶首《冷言经》里记载 除银既是净性身 古语说 四字头上一把刀 银欲太重的人 一定会遭到非常惨烈的果报 报应非常不爽 所以老僧人说 银欲中的人 身上都有这三种痕迹 那么 老僧人所说的这三种痕迹 究竟是哪三种痕迹呢 第一 身气发火 佛家说 色目行银 同名玉火 色 是明色 因为这个 所以十方一切的诸佛 给银欲这种事情起了一个名目 这些个色的形象和名字 就叫玉火 所谓玉火烧身 银欲心重了 就好像有一种火 要把自己烧了 发火和生气 就已经触碰到 称心了 银欲重的人 业障深重 特别容易生气发火 生气发火 不仅会伤害身边的人 也容易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生气的时候 很容易做出一些 折损福报的事情 佛门见玉 如碧火坑 佛门见银欲的这种行为 就好像逃避火坑那么严重 要躲避它 我想谁都不能见着 这火坑就往火坑里跳 你跳到火坑里 一定会烧死的 所以一定要远离银欲 不生银欲念头 第二 贪欲过度 冷言经中说 银心不除 尘不可出 纵有多智禅令献钱 中落魔道 可见银欲的果报 是如此的惨重 人可以存在正常的欲望 但是要保持有度 贪淫过度 就容易造成自己的业障深重 万恶淫为首 人一旦脱离了道德的底线 就是在自毁福报 自毁虔诚 贪欲会使人走上不归路 有人因为贪心闯下滔天大祸 因为贪心再没有自由 贪欲是恶魔 他一点一点吞噬着人们善良的心灵 等人们醒悟时为时一晚 贪欲过度的人 只要及时地去忏悔 真正从此刻起 行善断恶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下定决心借除淫欲 就能够减少恶果 福报自来 第三 杀生害命 今月 诸恶业中杀生最为第一 诸善业中放生最为第一 杀生害命 短命多病 这是因果 生命是最宝贵的 哪个众生不爱自己的生命呢 在所有恶业中 杀生的罪业最重 果报最惨 放生犹如忏悔 放生越多 福报越大 阴欲中的人 疾病缠身 肠欲诸多灾难等等 其实都是杀生果报 贪图口福之欲 而去杀生害命 这是为自己种下恶因恶果 若不去杀生 能够做到 互生放生 接下的都是善良的缘分 培养的福报 就是属于自己最大的福田 淫欲重的人 要去多学习善知识 这样做宵夜想 做善知识想 随后对自己往昔所造的恶业 升起后悔心 忏悔心 发心努力好好学习善知识 断恶修善 如此才能转换因果 一步一步雷苦得乐 福报自然来 做人要心胸坦荡 不与人计较 要舍得 舍得才有德 所以做人做事 不能总从个人利益出发 要多从他人的立场考虑 要有感恩的思想 助人的意识 要提高自己 对事物的认识能力 只有真正体会 宇宙之宏大 他人之重要 个人之渺小 脸面之微薄 才能真正具有容忍的哑量 所以人生路上 在我们的身边 若遇到了只注重个人利益 斤斤计较的人 要及时地远离啊 朋友们 淫欲重 心胸狭隘的人 身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不值得交往 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精彩的评论 我会置顶鼓励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夫胜必有衰 和会有别离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 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和分享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